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晚由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今早我們下雨 可以見到有部份地區都錄得幾毫米的雨量紀錄 不過透過雷達的影像可以見到 在珠江口一帶這裡 日間的時候 這些趙雨區已經消散得七七八八 透過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可以見到 受到富裕帶高壓席的影響之下 可以見到廣東元朗地區這裡的天色 普遍都是晴朗的 而本國方面 我們都不例外了 我們今天下午的時候 陽光是相當充沛的 所以各區錄得最高氣溫 普遍都是有三十三度以上 而天文台今天錄得三十四點零度 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現在仍然是生效的 而預測明天最高的紫外線指數是十一 強度是屬於極高的 如果你有需要進行戶外活動的話 記得要做足防曬功夫 以及喝多點水 又來到今晚和明天的詳細的預測 預測會是大致天晴 天氣酷熱 晚間最低的氣溫大概是二十八度 而明天市區最高的氣溫可以上升到三十三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輕微致和緩的偏南風 再和大家看看電腦對於未來幾天的明天預測 可以見到現時影響著我們的富熱大高壓脂 會在本州的中後期逐漸減弱 而在廣東元朗地區的偏南氣流 就會變得黃盛一些 而這一區的咒雨也會增加一些 所以我們就展望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的天氣就會持續嚴熱 但局部地區也會有些咒雨 今晚的天氣跟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見